宾州中华总商卫青商团趁着新春佳节的到来 再次举办新春送温情3.0活动 并准备了220份的新春礼品要派发给州内的贫困家庭 当中包括打枪谱、北海、发林、丹荣乌鸦等地区 该活动除了雪中送炭给贫困家庭外 也借此机会推广给年轻人知道团圆饭的意义 宾州中华总商卫会长既青商团顾问 拿都市里住有陈硕士表示 青商团除了经营生意外 也不忘关注社会的弱势人士 更难得的是此次活动是由青商团的会员和志愿人士全程筹办 包括寻找赞助商 他也指出这次的活动共吸引了约80位的参加者出席 筹委会主席张家旺指出 由于近年来经济不景气 也看到了贫困人士们在准备团圆饭之时面对的经济问题 因此青商团决定送出新春用品和食品 并协助他们解决团圆饭的烦恼 让他们度过温馨的佳节 而每医护受关注的家庭都会收到30多样食品和日用品 当中包括米、咖啡、罐头食物、干、春莲、饼干、饮品等等 青商团在顾问拿都市里住有陈的陈同下 首先探望住在打枪谱的吴秀荣女士 她很感谢青商团在佳节来临之时 送上新春用品和食品 让他们姐妹过个温馨的佳节 韩式新闻记者吴文英采访报导